自从妈妈出世以来 出院哥哥 就变成了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在安阳 他们都叫我月光女神 可是在我心里 她才是我的月光 她每一次皱眉 每一次微笑 都深深地映在我的心里 在她面前 我变得那么卑微 却也那么勇敢 婷姨就像是我的妹妹 我也像哥哥一样 永远地宠着她 看她放肆地笑 放肆地撒娇 但我现在才知道 她想要的 不只是这些 出院哥哥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认识了你多久 就喜欢了你多久 我的心里 全部都是你 我的梦想没那么沉重 只想让自己感动 我错过的一切落路 就让他们在身后 为我战阳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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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球缝 有意思 园舞蹈对身体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 有先天优势的选手 大都是身材修长匀秤的 以他的体型 太郁类了 一般人看到他都觉得他不适合园舞蹈 可是以他的敏捷程度和他的弹跳力 都已经是出类把萃了 凌凤 帮我留意一下他的比赛时间 没问题 七百草 好像没有什么名气啊 七百草 就是上一次比赛 你看到那个几百药带的女孩 后来赢得比赛那个 你好像很关注他呀 不是我关注他 像他这样的人 没过多久 你也会关注他的 他以前是全盛道馆的 是 那他以前的师父是谁啊 许向南 怎么了 沈教练很早就离开暗阳了 难道你也认识许向南 这三个字 根本就是暗阳的耻辱 所有人都知道 对了 他怎么还敢收土地 他不是背叛 永远不许碰云舞蹈了吗 如果要是换作别人呢 可能早就抛弃这个师父了 可是七百草没人 跟着曲向南吃了很多的苦 也没有怎么好好训练 你上次看到他的时候 还是他第一次参加比赛 跟着这种人能好到哪里去啊 远舞蹈不适合傻瓜 你如果认识他 就劝他早点离开比较好 沈教练一向都是很理性的人 怎么一提到曲师父 好像私人情绪很重视 我要找的重点对象找到了 谢谢你的咖啡 请不摆草 七百百草 总之那个凌凤真的很强很强 如果这回抽签 我们壮大运 抽到一个弱一点的队 我们就有可能进四架 那如果在半决赛的时候 再遇到弱一点的队 我们就有可能进入决赛 如果坚实和弦舞之间 提前相遇 杀得你死我活两白俱伤 结果阴沟里翻船 谁也没能进入决赛 而且好我们在决赛的时候 又遇到弱一点的队 那么今年的冠军 就是我们的了 你们看 塔罗牌上显示 我们这次运气简直就 胜碑 什么意思 是很好 这下真的可能会像你说的那样 我们进决赛的概率会很大很大 是正位还是倒位啊 这个很有讲究 那当然 女生啊 头发长见识短 这倒位的意思呢 就是原本好的 肯定会变成快的 那符字还能倒着写呢 符道符道符 懂不懂 小阳 你怎么可以跟师兄这么说话呢 小盈盈 虽然你看过我们师兄 梦游穿衣服的样子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没有分寸的 闭嘴 若白师兄 若白师兄回来了 若白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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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车结果怎么样了 伟大的若白师兄 快说快说 千万别没关子 到底什么情况呀 长得有趣 我先砍 好 你不爱诱我就老 行了吧 简石 小月 哎呀 就两个字要看多久 看功了赶紧连功去 哎呀 若白师兄 那个那 然后呢 我的意思就是 万一假设 我们走了狗屎运 真的赢了的话 那我们会和哪个道馆对上啊 不出意外的话 是嫌悟 什么 嫌悟 我们走了什么 没人啊 为什么要灭我 疯了 杨瑞把手伸出来 什么臭手 臭什么大王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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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白 白草呢 他不是和你一块去的吗 你跟他说 你犯了事了吧 他不需要知道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 说了也没用 等他去比赛 自然就知道 继续 那하게 你怎么又睡呀 你看我们才做了多少 才还睡 哎呀 我真的是疯了 我积了七春 我睡一瓶时间 还配做这些东西 你赶紧擦擦你那嘴巴 小心中毒了 我已经给了你 旋风少女的游戏通关秘诀了 你也答应了要好好帮我做的 你看看你啊 哪有一点师兄的样子 你嫌弃我 行行行 立场高临呢 这大晚上的我能找到别人 我就不找你了 你快点起来嘛 起来 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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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这种事 好了好了 我都跟你说了 做好这些 到时候我们的加油手势 就是全场最酷炫的了 我们就能好好给白炒加油了 范晓妮 你要不要那么拼啊 你还睡 你还睡 咱睡别睡 你还睡 咱睡 咱睡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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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做点东西吧 来来来来 坐坐坐 不是这几个首饰吗 做要点事 来来来来 贪睡 贪吃 贪喝 去吧 第二十三届 暗阳远舞道道馆挑战赛 四分之一决赛 第一场由松柏道馆 对阵尖石道馆 哎呀 小营 你也太有这么天赋了吧 一个晚上怎么突发起想出 这么强大的武器 那必须的 梦叫我看不错 现在是松柏道馆的胡义芳 来 五 来 对阵千石道馆的孔正中 立正 经理 加油 加油 一 二 三 加油 松柏立正 神语真风 义芳师兄 宇宙尊帅 松柏立正 加油 义芳加油 一 二 加油 义芳加油 义芳加油 一直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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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锋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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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差一点点 这下完了 一锋 十锋 输了 那这样的话 白草内感到非常不可的呀 不会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找他干活 累都没力气吧 那我早知道应该对他好一点 师兄 林峰前辈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听说大家都叫他皮球缝 对手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清楚自己的优势 来 上 一锋师兄 昨晚没休息好吗 打成这样 你看 哇塞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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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前辈 他也来看百草的吗 他是来看百草了吧 不会在这比赛关头又来狗白了吧 他肯定是来捣乱你 卡在比赛之前 就是想扰乱我们松柏 不行 我不能让他接近百草 哎呀呀呀呀呀 冷静 冷静 大家都加油啊 你也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谢谢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别再见喝热的 好了 上去吧 那 那是林凤吗 林凤出场了 那是林凤吗 那是林凤吗 他就是林凤 没错 我爱好皮球凤 果然名不虚传 我的天哪 这林凤怎么这么胖 你得走错地方了吧 你这是跟秘车乱管的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杨妹妹 她可是咱们暗阳 除了停一之外 最厉害的女选手 你可别看她胖了 她可是胖了 她可是胖了 胖子中的战斗机 这一年不见 林凤的体态更加惊人 着急 一脸人数无害的样子 林凤前面真有那么厉害呢 对呀 一直没听说过她 一直没见过本人 可是看着像个开心鬼的 那是因为她还没有进入比赛模式 一会儿才让你们看看什么 叫王者霸气 她还挺不容易的 以前一心想练圆武道 所有的道馆都拒绝了她 原因是太胖了 让她减肥 可是她得的是 遗传性家族肥胖 一家十几口人 各个体型近人 根本减不下来 后来坚实道馆的馆长 看她对圆武道如此的痴迷 就咬牙收留了她 经过她的刻苦训练 她居然练成了 将肥胖 转化成弹跳的惊人机能 以至于 她在暗阳的女子选手中 已经打败了天下舞的手 皮球指的不是她的体型 而是指她 像皮球一样惊人的弹跳练 没错 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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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被一下傻了吧 要知道 以前有很多选手 直接见到林峰 就不敢出腿了 你要小心啊 要帮你她们 确实 腿不忍 打扰 力速 加油 李昌 警理 准备 还有 开始 彩特 彼昌 松懒 加油 彩特 彼昌 松懒 加油 加油 白昌 加油 白跑 加油 好强大的气场 为什么 我会开始 不由自主地紧张 加油 白跑 加油 白跑 加油 不好 白跑 加油 白跑 加油 我怎么了 为什么 我好像吐不过气 为什么我的手和脚 都好像被绑住 白草这是怎么了 身体这么僵硬 跟没睡醒一样 营供经验老道 白草的经营毕竟太少 这高手就是高手 其实用气质正拦住白草 在用霸气颠簸打烂白草的节奏 这节奏就会比赛时的呼吸 这呼吸都让了阻打呀 果然啊 白翔这种菜鸟 还是低谱的灵魂 加油 白跑 加油 加油 白跑 加油 白跑 加油 白跑 加油 加油 白跑 加油 白跑 加油 白跑 这 这 马下 天呐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你看这弹跳力 怎么可能这种拳手能够拥有啊 对啊 身体这么大 体重这么重 怎么可能跳得起来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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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怎样裂成了这么厉害的弹跳力 真的很值得研究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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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七白草差点太多了 完全像个夏末末的安春啊 傻的 莉莉 别急着下纪论 先看看再说 七白草虽然开始练圆舞蹈不久 可他是那种能给人 带来惊喜的群生 曲小楠的弟子 能有什么惊喜 白岔已经被压制了 如果再不反击 就危险 停 一 二 三 四 白岔 五 六 七 八 八 停 第一局比赛结束 小姑娘 你还是回去再练练 明天再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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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曹 怎么样了 去打盆热水了 若白师兄你不会又往他头上浇吧 要不我打盆凉的 这样不会哭 让你去喝去 啰嗦什么 这儿舒服啊 若白师兄 一见到高手 又吓得像是安楚 整个人都懵了 就这点心理素质 你不是早点退出渊武道 若白师兄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是怎么了 擦一下 把脑袋擦清醒一点 一二一一开始吧 准备上场 可是他的气场好像很强大 我觉得整个人都好像被他包围住了一样 气场再强大 横踢还是横踢 双飞踢 还是双飞踢 横踢还是横踢 我知道了 若白师兄 不管他的气场有多强大 弹跳力有多强 他在出腿的那一瞬 跟其他人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知道就好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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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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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怎么会这么快 白草加油 就是现在 加油 白草得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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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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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他这一跤啊 也让林凤大吃一劫了 只有一次得分 比分悬殊还很大呢 林凤如果那么容易被打垮 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为什么 你怎么会这样 居然把我顶了回来 怎么回事啊 白草明明踢中了 为什么不用得分 难道是我眼花了 还被弹回来了 皮球风 皮球风 这皮球也就是他惊人弹弹着 还有他自带脂肪盔甲 什么盔甲 这踢中了就该得分吗 林凤的一大特点 就是他可以依靠自身的脂肪 将对手踢在他身上的力量 转化成自己的力量 再反弹给对手 就像踢在皮球上一样 所以 白草是每一顿踢在他身上 对他不但无损 反而有益 哦 我懂了 当护肤里边装了自动积分器 如果以足够的力度 踢动积分器的位置 就能自动积分 如果力度不够的话 就算踢到了也不能积分 看来这几年来 遗膾的功力还长进了不少 白草危险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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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